第一点呢就是 准许官民上书言事 不但当官的可以给皇帝上书 谁都可以了 老百姓都可以 对吧 所以 梁启超回忆这段的时候说 举国欢欣舞蹈 民间疾苦 西达天听 西达天听 每日每数 风章数十 每天每个衙门给皇上 递来数十个折子 上鸡鸣而起 日补乃霸 早上起来鸡叫 皇上起来看折子 日补乃霸 太阳落了山才看完 揽月奏章 游不能进 这都看不完 你们累死皇上了 幸亏皇上年轻 鸡鸣而起 日补乃霸 所以你这样折子看的太多了 给皇上上折子 可不是闹得玩的 最起码得懂得什么叫避讳 皇上名字能叫吗 叫了皇上名字怎么着 死催的 对吧 所以这个皇上的名字不能叫 遇到很多字都要避讳 皇帝 皇后 皇太后 天 祖宗 这个列祖列宗的庙号 都要避讳 所以圣旨的第一句 奉 然后 天承运 天能写奉底下吗 不能写 天得抬高两格 奉天 承运 下一句什么 皇帝赵约 皇帝能写在这个运底下吗 不能 抬高两格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哎 这个 一行能写完的 他写几行 三行 你要看这古书啊 经常怎么样 他就印出了格了 是吧 这书出了格了 印出了格了 为什么 就他得抬格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朕 奉 皇太后 一旨 这皇太后 还要怎么呀 抬起来 能明白的意思吗 你不能把皇太后写底下 朕奉皇太后 一旨 如何如何如何 反正你看这古文经常这样 两行 写俩字 蹭上去了 什么意思 又写俩字 蹭又上去了 这叫抬格 这你懂 这你懂 你要不这么写的话 你完了 是吧 你完了 你给皇上上折子 得怎么上 一风奏折 一风奏折 你要写 先写虚写 后写直写 实写 先写官 后写直 你比如李鸿章 太子太保 文华殿 大学士 一等素一博 直立总督 兼北洋通商大臣 臣 你看这 这字 臣 臣得比这字 怎么呀 小一半 小一半 李鸿章 贵奏 我贵在这 给您写 如何如何如何 能明白这意思吗 您得这么写 先写虚写 再写实写 再写实写 然后臣 小一半 李鸿章 贵奏 你看这折子全这个 有的 老百姓哪懂这个 有的给皇上写的 就跟一封信似的 光绪你好 你吃了吗 给写的跟一封信似的 你吃了吗 然后就说事 困难 我们家那自留地 怎么怎么着 湖南一个举人 他上书居然骂皇上 他说你变法 无父无君 你毁气祖宗 就骂皇上 这人不打成右派 你说还有什么 这人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灵迟 哥那会应该灵迟 一刀一刀寡了 所以周围大臣说 他竟敢骂皇上 应该灵迟处死 皇上说不行 不能阻塞严路 你要把他寡了 就没有人敢给咱 上书了 你看皇上这 这心胸 是吧